朱跟侯见面 这都有啦 其实都见过面了 只是说 只是说见面要谈什么 大方自曝17号朱科会 空哲相隔两天 又证实21号科侯二次会 等于先见朱立伦 再见侯友依 我跟你表达说 他一定要选政的吗 还是你们各自表达 都要选政的 互相交换一下意见而已 三半哪有那么坏有结果的 我们向来对于 这个主席跟主席 或者是总统候选人 跟总统候选人的见面 我们不会主动的透露 柯文哲频频把密会挂嘴边 传出侯友依在内部会议爆气 不满柯阵营 把说好的闭门会对外放送 甚至在放金普聪挂 陈志涵电话企图主导舆论 也难怪被问柯文哲 歧视言论侯友依没好话 种族族群的融合 以及性别平点 不应该用这样一个歧视的语言 这不应该这样讲 这讲不对 我说怎么还可以说这个话 到今天为止 他的这个主导权 或者是话语权 有关蓝白河的 都已经落到柯密的手里 柯文哲绝对没有什么道理 要去成全国民党 因为柯文哲 念识在识的 就是要让他的民众党 壮大 柯文哲每日一报 看准的就是国民党 与猴瓣间复杂的 竞合关系 是三分针 七分钾的高手 柯文哲会把所谓 每个人密会的事情 用他的语言 去诠释到他 有利的一个位置 他还会放所谓的 分裂国民党的各种迹象 柯文哲频频放风声 猛戳蓝营内部矛盾 一场蓝白和大戏 竟让国民党引科入市 金新闻综合报导